12月15日,王力宏官宣与李静磊结束八年婚姻引发热议 其后李静磊接连发文怒斥前夫私下里生活极为混乱 王力宏好男人形象全盘娃劫 不但失去代言面临巨额赔偿,而且事业全毁 近日,有网友爆料称 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王力宏的蜡像已不见踪影 似乎是被官方撤下了 据悉,早在2005年 杜沙夫人蜡像馆就曾表达想为王力宏做蜡像的意愿 王力宏虽十分惊喜,但最终婉拒了邀约 当时王妈妈表示,王力宏才29岁 要学习,要努力的空间还很多 直到2017年,王力宏的蜡像才正式入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 王力宏亲自为自己的蜡像节目 现场王力宏不但热烈地与蜡像互动 还亲切地称呼其为四弟 并邀请粉丝帮自己常来探望 该蜡像在线音乐超人的一身红衣装扮 是由英国杜沙夫人蜡像馆的艺术家团队 耗时半年在伦敦制作完成的